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复讲过了 中国的事情再乱都没有文化乱 因为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懂文化 随口讲话 传媒更觉得自己懂 火上加油 结果只能打官司 其实中国大陆的法治现在还侧重于刑事案件 对于文化是非的判断能力 我还比较怀疑 1920年美国法院在一场文化官司当中判了大作家乔伊斯败诉 直到13年后 也就是1933年才改判乔伊斯无罪 当法官在改判的时候 他也坦白承认 他仍然无法理解乔伊斯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文化官司还有待于时日才能够出现比较公正的局面 电影《何远甲》的官司简单说来就是《何远甲》的后代 认为这部作品有的地方不符合《何远甲》先生的生活真实 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劝《何远甲》先生的后代几句 当然法院和传媒也听听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艺术上的一些基本法则 你们都会承认艺术可以虚构 但是对真名实性的人进入艺术作品虚构程度 可能还需要斟酌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艺术作品当中的真名实性的人物 他遇到的问题有三个关口 第一个关口是 艺术家对他是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 所谓名誉不名誉 主要在这一点上了 我们远的不说 在中国近代史上 几个大人物像曾国藩 李鸿章 常常以基本否定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文艺作品当中 其实我们都知道 按照史实 他们也有大量可以肯定的理由 他们两家都有很多后代 有的我还认识 但是他们两家似乎都很平静 第二个关口就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 我们是把它写成传奇式的人物 还是传奇式的人物 有资格做传奇性的人物的人不少 但是有资格成为传奇性人物 那就太少太少了 譬如像诸葛亮 像包工 他们由历史走进了传说 那非常了不得 有人民一起来创造了 因此虽然是真名实性 但是和生活已经相距很远 这是代价了 就像你坐山 非常高的时候 你不能够要求山顶的一切和山脚一样 第三个关口就是在我前面讲的 极少数的传奇型人物当中 是娱乐性的传奇 还是精神性的传奇 大家现在在电视剧里已经看到了 清代的大学者季晓兰先生 已经成为传奇人物了 可惜他是娱乐性的传奇人物 他本来是最有资格成为精神性的传奇人物的 而电影后援甲 却把后援甲先生提升为精神性的传奇人物了 这位呢 想来想去 后家的后代 你们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好多朋友都说真是不知道哪一代修来的福分 鲁迅说 后人把诸葛亮的聪明写过了头 把他写得近似妖怪了 我希望诸葛亮的后代不要因此而提出控诉 同样 随葛好汉被写得太残忍 包公的脸被写得太黑 刘罗锅的背被写得太佛 他们的后代都不要生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